駕駛了一大段路,我們就差不多到了我們要去的這個農場 認識這個年輕人,他第一給我的印象 就不是說他居住那間五星級酒店的餐廳的老闆 給我第一印象,這個年輕人很有條理的說話 還有一口非常漂亮的牙齒,又白又整齊 其實真是得到一副生得非常好的牙齒 如果他是天生,真是很有福氣,省了很多錢 如果不是天生,他能夠是將自己的牙齒矯正 這個是一個image的投入自己的形象的一個投資 很多人他很忽略,很捨得花錢在其他方面 但是對於自己的牙齒的保養,就永遠都好像忽略了 怎樣生得漂亮也好,怎樣有多高知識也好 如果那些牙齒粒粒粒粒,或者顏色很黃 可能有些人吃了一些藥,人家第一時間會看你的面容 所以一個人走出來,牙齒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北美洲的牙醫這麼發達呢? 就是真的看得出那些人是注重牙齒的 但是有一些家庭環境真的不太好 他真的不能負擔這筆費用 他們很多都是唯有自己長大,去找工作 就去儲這一筆錢,去弄好自己的牙齒 好了,又講第二個話題了 跟這個年輕人聊天,你在他的眼裡總會看到一種希望的光 他有很多藍圖 他這個農場呢,他將來有很多規劃 有很多他想做的planning 也都會帶給他 我相信,特別他是開餐廳的,餐飲業的 他買這個小營農場呢,他可以兼顧到 現在他爸爸就幫他做一些裝修,一些規劃 這個年輕人很有父母期待的那種兒子的模樣 他已經結婚了 這個年輕人非常年輕 比多他都是30歲的 他的太太呢,亦都是很擅長做marketing的 他會做很多的推廣 將來他會在一些farm market 或者在一些賣農產品的網上的訂購、銷售 他這個太太是很能幹的 他們現在的嬰兒出生都兩個月而已 真的很小過他的嬰兒 但是呢,他兩夫妻呢 你是看到創業者那種奮鬥之心 我真的在他的身上 也都看到我自己當年曾經的影子 所以我真的很尊重 和很敬佩這些人 一步一腳印走出來 你不要說去局限於自己 而得到一小小東西就滿足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廚師出生 還是他純粹是一個餐飲業的投資者 如果你只會拿著把刀 在廚房裡怎樣去做一個厲害的廚師呢 那一份只是你的工作而已 不是你的生意來的 工作會帶給你一個很穩定的收入 但是你會看到你的前景的了 但是你的生意呢 可能要經過很多高高低低 有些驚濤蟹浪 或者是有些非常之困難 甚至是困難到關店啊 倒閉的邊緣 但是就是看你怎樣去經歷那些過程 有些人就放棄了 有些人做一次 哎呀怕怕了 我也是打回那份工了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懂得 在每一次的經歷裡面 去看到那個過程 應該是怎樣玩那個遊戲 你咬緊牙關 跨過去 無論那個生意 失敗也好 成功也好 你走過了那一段的經歷 是很困難的 或者都是經營得很痛苦的 但是痛苦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錢在後面的了 我可能在這裡說 很多人就說 你真的好像經常都是說 投資 講錢的 其實不是的 我只是拿一個事例 拿一個point來講的 因為有很多事情 我們怎樣去作一個比喻呢 你打工 最多說 我做一段時間 或者經濟不好 或者公司裁員 Lay off了我 我又去找個第二份工 始終是一條水平線上面 找工打工 打工 找工 但是你勇於去創業的人 你是有一條不平凡的路 那條路不是很走的 但是需要你那份的勇氣 你那份跌低又爬起來的 那份的毅力 這件事呢 是怎樣才體現到呢 怎樣才磨練到呢 就是 你經歷了很多很多創業的艱辛 你才能夠經歷到這些事情 很多打工仔 我不管你公司現在經營成怎樣 總之呢 我每個月來上班 你就給人工我 我就回家 放了工 我打遊戲機 帶老婆子女去吃飯 這樣 經濟不好的時候 沒有了份工 我又再去找個 很多人就是這種心態 但是 如果你是創業者的話 你想的東西是很多的 你看的東西是很遠的 因為你肩上的責任很重 你是背負著 可能 你這次的投資是你全部的積蓄 或者是 你前路不知道怎樣走 可能還要很多很多磨練 你才摸索了一條 那條路 叫做 明白 那條路 那個遊戲怎樣玩 所以我覺得這個年輕人 我真的很欣賞他 今天來這個農場 我不是看他的農場 建成怎樣 我也不是看他的雞舍 變成怎樣 這些不是我想來看的東西 我是在這個年輕人 他的投資 他的不斷去創業 是看到一種希望 所以我來支持一下他 在這裏 我又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三十幾年前 有一位阿叔 就和我家裡創草 還有幫我打理花園 這位阿叔 是在廣東台山過來的 他有一份正職 在唐餐館打工 他的副業 就是幫人去創草 種樹 打理花園 他還有一份工 就是那些園藝公司 那些客人買了樹 他就幫人去運到別人的花園 幫人挖地 種樹 我當時就是因為花園要種樹 他就載樹過來 這樣認識他 來到幫花園種樹之後 他就問我可以幫你做創草的工作 我當時問他 你打多少份工才夠啊 你有沒有空來創草的 他說可以的啦 我安排的啦 創草就是包月形式 每一次多少錢 他就包好家庭 每天早上 起碼八點半之後 你才可以創草 你太早去幫人創草 你吵著別人就不得了 因為那個創草機 發出來的聲音很大聲 做做下 他又幫人家撿一下樓 砌一下磚 慢慢慢慢又去學一下 怎樣去鋪地板 跟著一些建築 做一些雜工 由外牆 做做一下之後 他就出來做了 出來做了之後 他一直是沒有說不做創草的 很多時候 見到他來創草 見他帶了兒子來 他兒子真的很生性 真是窮人的孩子 祖當家 他是幫爸爸 那時候我想他的兒子 都是十三四歲左右 幫他打開垃圾袋 把水、裝草、夾手夾腳 就開始來做 做累了 在樹頭那裡坐下來喝水 我如果在家裡 我都會跟他聊幾句 看著他 是真的靠勤力去發家自負 我就跟他說 遲些你可以自己出來做 不需要 打這麼多份工 他說 對呀 先穩定了 沒辦法 爸爸教了 賣鹹脆花生 都是自己做老闆 所以 都是出來 自由些 接多些工作 後來 有一天 就跟我說 他說 我就會繼續幫你創草 但是 我就要分配一些時間 因為我現在 有學裝修 做裝修 你很關照我 介紹這麼多客人給我 你家裡的草地 我怎麼忙 我都會幫你打理 後來 我知道 這個叔叔 真的又很省健 他來創草之前 是自己帶飯盒來吃的 有時那些飯都冰冰 都是坐在樹頭那樣吃 我說 我和你用微波爐 叮一叮熱它 我很多時候 就拿些熱茶 我說 你進來吃吧 進來我家裡吃吧 我有個飯廳 他說不要啦 我這麼骯髒 我搞骯髒你家裡 我說不要這樣說 我說你進來 進來慢慢吃 不要坐在樹頭那裡吃 後來這個叔叔 是一間一間屋這樣買 我相信當時 十年內 他起碼買了兩三間屋 是屋 真是肯做肯捱肯搏 還有一句說話 就是天道囚勤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說 琦姐的中文很差 我覺得是黃天會厚待這些人 好了 話這麼快 就真的來到 來到這間小木屋 這間小木屋 就是這個農場裡面 他賣蛋 賣雞 一個小小小的小屋子 今天這個年輕人在家裡 我們就過來 因為我打電話 約他 我們就停好車 去看看環境 看到他駕駛的龍機車出來 看到他真的勤力 今天見他打扮成個龍夫 平時他在一間這麼漂亮的酒店裡 去做餐廳老闆的形象 就很不同了 首先看到這些小白套很可愛 我說真的 以後做一個小型動物園 就夠了 有創意 有些小孩子喜歡看這些小白套 這個雞舍這裡 養了45隻雞 有兩隻大公雞 應該用來配種 剛剛買了兩年的農場 他們現在都是初步階段 很多東西都是要做一些基本建設的 年輕人跟我說 他有兩隻亞洲品種的雞 一個沒有雞 一個公雞 現在放在這裡 龍裡面 黑黑黑的那隻 應該是沒有雞 公雞 不知道躲在哪裡 他說 你認不認識 我不認識 我也不認識 我也不認識 太認識亞洲那些雞 這就是他現在暫時的雞舍 還有兩隻大公雞 應該用來配種 他將來會做一些規模式的東西 我說 如果你要做一些大的規模 你折省能源 最好就是加建一些太陽板 因為到冬天非常寒冷 那些雞都會凍死 如果你是一些太陽能的板 鋪在那個雞舍上面 他說是呀 都會是考慮的了 那現在是暫時的 或者現在這樣 我說你如果是大量去繁殖這些雞 你就一定是引進不同的雞的品種 因為在BC省 在溫哥華 很多亞洲人和中國人 他們對於雞的品種 食雞的那種口感 他們比較講究一些 我說你應該去以後 將來去做好這個基礎建設 就真的要去看一看那個market 有些中國人不太喜歡吃這些大肉雞 雖然這些雞都是放養的 但是他們是喜歡一些 他們原居地品種的一些雞 原居地品種的雞 怎樣來呢 其實我都講過一次 看看待會夠不夠時間說 這兩隻配種的大公雞非常之大 我跟他開玩笑說 我怕他打架 說溫開他 他說不是啊 他現在好像警察那樣的 有些人 陌生人走過來 他就會叫的了 就會知道有陌生人來 我說好像一個狗一樣 看門口 他笑 如果大家有興趣 過來買一些蛋 雞 可以打電話過來 預約的 我等一會兒就會放卡片 放在片尾上 大家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我們 B.C.省的年輕創業者 我今天也是過來買了些蛋 還有湯乾淨的雞 包裝得很好 好奇麗 如果大家過開來 你就過來去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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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農場 有些彩色的蛋 不同顏色的蛋 在賣 這些就是因為 可能他吃到一些治療 那些雞就生到一些不同顏色蛋殼的蛋 其實蛋也是一樣的 很新鮮 這些是走地雞的雞蛋 我就買了一隻雞 因為最近都可能 要有些事情回到美國 去很短時間 回去要搞些報稅的事情 做些事情 所以我也不想買太多菜 這裡有些卡片 大家如果要去買東西 最好是預先打個電話 他們就可以準備好了